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鼻梁欢迎来到民主阵线啊 那么现在啊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呢是这样一种状态 呃众议院的是175民主党啊 然后是205的共203的共和党啊 那基本上目前的差距是在28票 那么这个共和党只要再开除剩下15票 基本上就控制这个众议院了啊 这个佩洛西啊应该是很难啊 再当这个众议院议长了 那么但是双方呢呃这个民主党呢也是啊 嘴巴很老他也不肯这个承认 那他说不到最后一刻 谁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啊 所以呢现在这个点票机都坏了 那么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啊 大家要要知道对我们来讲 什么样的是最好的现实情况 你共和党干四年民主党干四年 共和党四年民主党四年 就这样四年四年干 他而且呢共和党干四年 对吧 那么这个国会由民主党控制 民主党干四年啊 这个国会由什么共和党来控制 即使你前两年是民主党控制 后两年还是共和党控制 你共和党执政 前两年是你共和党控制 后两年是民主党控制 因为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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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这样子啊 他的民主是不可协调的 大家就相互撕扯 他这个就内耗 来讲内忧外患 对吧 到时候就是说什么 中国这个外外患啊 使劲给他给他压力 而且他的这个内忧啊 就是内耗 让他们去耗啊 民主就是啊 民主什么事 民主这个东西很难搞 他的最高要义就是 让双方妥协啊 妥协 但是谁告诉你妥协的方式啊 就是美国式的呢 中国式的民主啊 对吧 也有民意啊 中共一直都在解决民意的一些问题啊 对吧 好 那就代表说 美国是越来越衰弱 因为内耗势必 在外部的影响力就会往回缩 就会战略收缩 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 这个守不下去了 邵一谷下令俄军主动撤出克松市 就赫尔松市 呃 俄罗斯国防部长 啊 这个塞德基 啊 邵一谷 发布正式命令 俄罗斯部队撤退到地涅伯河右岸 这意味着俄罗斯主动放弃 收复克尔松市 这是乌克兰一直在等待的 啊 五血收复 德国之声报道 邵一谷 与总指挥官呃 苏罗维京大将联合召开记者会 呃 他说 面临乌克兰军队的推进 俄军队应该在河的另一边重新集结 以加强防卫 苏罗维京说 由于补给线路都遭到切断 已经无法再向克尔松市和 左岸的其他地区有效运输物资 经过讨论后 呃 邵一谷同意了撤出左岸 并于右岸设置防御的建议 从战役的角度来看 放弃克尔松市是合理的 面临一个无法有效补给 又无法资源的地方 这个就是鸡肋 也无法续战 但放弃又必定损失土 呃 士气与形象 俄罗斯支持战争的 啊 网络 克感叹 这是俄罗斯悲痛的一天 在电报网 拥有超过130万订阅的大V啊 写道 显然我军能难离开这座城市 写这篇文章史真的很痛苦 是的 这是俄罗斯军队史历史上的黑夜 俄罗斯耻鲁的一天 啊 这个没办法呀 你你你你这个 呃 你这个打 你这个仗打的确 确实难看 啊 你这个赫尔松市啊 大家说 赫尔松呢 它是个州啊 它有一个市叫赫尔松市啊 就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这个吉林省 下面有个有个叫吉林市的地方啊 那他现在就是把什么 把吉林市啊 给那个放弃了 但吉林省他他还在啊 但只不过呃 这个场面上特别难看啊 呃 说说看这个为什么会撤退啊 原因很简单 原因就是说 俄军对地涅薄河啊 这个西部这一这一块啊 也就地涅薄河的 他们说那个叫做左岸 这叫右岸啊 我们就说地涅薄河的左岸 他没有控制能力啊 他没有控制能力 所以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挺纳闷的 他到现在都没有把地涅薄河上面的这个大桥给给给他给毁了 呃 乌军就说的后方 按来就是什么事也也没有 什么事也没有 呃 呃吃一个牛排啊 老军比较喜欢吃这个西林牛排啊 我不太喜欢吃非里牛排 我想吃西林牛排 那这个酒店呢 他有一个呃乌克兰的小壁嘎子啊 乌克兰小壁嘎子呢 我也是说也就有时候就晚上去吃饭 呃就他是做那个什么餐饮什么经理的嘛 在这个酒店里面 然后然后去去去吃牛排 就跟他有的时候会会聊天 一一聊到这个 因为我这人呢 呃 就是说会跟他聊这个俄乌的这个事 我一聊聊到俄罗斯什么 他就说啊 叫普京的人滚蛋啊 这是我们的土地 他们为什么要要过来 各各管各的不是挺好的吗 他非要把我把我们当做他的什么老表 不是他的什么老表 啊 他是就是这个意思嘛 对吧 就是说你这个啊 湖南人啊 以前都是从江西签过去的 对吧 你湖南人叫江西都是叫江西老表 对吧 就是因为祖上多少代 都都是这片地方啊 那么 现在就等于说 湖南人说去你妈的江西老表 啊 谁跟你他妈的是老表 我他妈的是湖南啊 谁跟你他妈的江西有关系 就变成这么一个意思了 那 他说我 他说他正想把普京的头拧下来 当足球踢 所以说你就能够知道 他们现在就是说你 毛子 就是说你打这个仗 你当初说 你是去所谓的解放顿巴斯 你当初说 你还没说解放顿巴斯 你当初说的是什么 乌克兰去军事化和纳粹化 但是你过早的宣布了 你他妈比把这个四个地方给 给吃掉 你吃掉顿巴斯 他们可能会这样想啊 反正他妈那地方离心离德的 给你就就给你吧 但是你赫尔松跟扎伯罗的你也都吃掉了 那这个的话会引起公愤 这个是他失策的一个一个地方 他就引起 就就会引起公愤 问题是 你如果你要吃掉这四个地方 啊 这是乌克兰的一个一个领土 这是东部的这一片 你要吃掉这一片 你也是冰 你在这西片 地涅薄荷的这个西岸 在这个地方打仗 你把这里给吃掉 对吧 那他会有一个保障 你这里吃掉了 你这 你这地方吃掉了 但是你的打仗的基础线 是在吃在这一面 等于说你四个 吞并的这个四个州 你在都是在跟这个州 基础线在这里打仗 压在这个地方打 他的大后方 你俄军 白俄 俄罗斯军 在这个地方 没有像基辅这个地方去进攻 或者说在这个地方 他都让开了 全部兵全部撤到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正面的号 这里全都是low空的 啊 这个乌克兰军队 甚至在北部 他都不防御 就相当性的弄点兵防御 全部都集中在南部 而且你把那样土地囤了 人家乌克兰人就就就就恼火了 而且也没什么出路 很多人也没什么出路 蒋连斯基 又狠狠 给夏兰命令 这帮小逼就像国民党抓壮定一样 都不能出国 给我上 然后再加上给他麻痹大根 我给他这个洗脑教 教育 都往前上 而且哎 对吧 而且都是吃一些啊 维生素C啊 吃那个钙片啊 吃那些东西 那更有劲了 都往前面干啊 我问过那乌克兰那小子 他表哥就是在乌军里面的 啊 对吧 他说就他们就是吃那个钙片 比如说跟他表哥用 他表哥用心链 心链 连马斯克心链就跟他打 打视频啊 他就他就什么 他就吃了吃了 他说那看他样 他说吃了钙片 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你你毛子呢 这是他们的士气 通过在中国的乌克兰人 他都很恼火 啊 都很恼火 那 毛子呢 毛子你真的他妈的都是二毛子 黑毛子 二毛黑毛 二毛黑毛本来就是一个是被你征服的 对吧 很多他现在都有离心主义 然后呢 他们本身这些就很穷 你的中央政策就照顾了他们 你把他们就当这个兵往前送 那还有一些毛子呢 对吧 白毛子 他家 我说他家属都在家里 他们都是去当一些后勤兵 然后都是去挣这份工资的 毛子嘛 因为俄乌冲突 搞的这个西方啊 要买你的这个油气 价格是翻很大的倍数的 俄罗斯财政呢 是有盈余的 就算这边给三倍 两倍三倍工资 他还是有很多的盈余 那这些人 我是俄罗斯士兵 我他们家里有老婆孩子等着我 我会去卖命吗 不会 我边远地区的那些二毛子 黑毛子 对吧 这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他们自己 表兄弟之间的这种 这种这种仗 跟咱们没关系 咱们参加啥呀 把我把我大老远给我挣过来 我操 我在家打的游戏 每天他娘 给别人的浑浑噩噩噩的 过我的小日子 对吧 过我的小镇青年的生活 你非得把我弄过来 所以说 你这个人的战意就不一样 一开始 我说过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有过实战的经历 就是说 你前两个礼拜 是很打鸡血的 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就是圣上线基础分泌过望 分泌过望 就是人会成了一种抗生的一种 持续的亢奋的一种状态 那几天你也不睡觉都没事的 就是你感觉时间过得很慢 就跟他妈在赌场里一样的 你感觉时间过得很慢 现在想想是很后怕 我现在想想我多后怕 我自己想想 每天你放 你小孩放个鞭炮 我说 我马上就这么这样 我马上就头 就这样勾下去 就是这样的 就是有这种 有类似于这种状态 我就懂 所以说你 你那个前两个礼拜 你脆枯拉朽的那种 那种压上去 对吧 那时候 整个乌克兰都 都方寸大乱 泽连斯基都躲到波兰去了 都方寸大乱 整个西方眼睛都没想到 他要他真的干 对吧 那个时候 说实话 你就集中精力 你该干嘛就干嘛 该干嘛就干 就是说 你得多点开花 你西岸你就开花 这里那里开 如果你真的想要打这个招 到最后他就是 哎呀 撤到这个东部去了 跟乌克兰去正面扛 然后北约呢 也看出来 你这地方 好像北陆军重启了 北约马上十几万大军 就压在你白俄罗斯这一线 他也不打 他们为什么说 叫加强北约东义 就是牵制住你这一路北陆军 你就你也不敢动了 你要是敢动 他这边打过来的话 你他妈就被包饺子了 还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说吧 这个 都在都在前 然后到最后 就发现 这个仗打得 好像还能领不上工资 那乌克兰那边呢 人家是家破人亡了 人家没办法 而且泽连斯基就下达死命令 你走 崩死你 那多种因素在一起 他的战斗力就比你强 本来他就是毛子 他战斗力比你强 再加上美国北约的士兵 以雇佣兵的名义进入到这边 全副美食装备 人家北约的那些实战 有实战经验的 过来给你打 你就是被压在这 而且你更加荒诞的是什么 你在赫尔松 扎波罗勒这些地方 你还想维持居民在那边 像没事人一样的那种生活 那乌克兰动不动就在 这个些城市当中 搞那个敌后武功队 你都受不了 对吧 这次他赫尔松州的那个副州长 被他妈出车祸被干死了 又被暗杀 又被给点了 是吧 所以说你你搞到最最后 就是很糗的 搞到最后就是很糗 当然了 他现在这个仗呢 他是要这个这个叫防守 战略防守 就转为这个战略防守 没有这个进攻了 没有战略防守了 所以说赫尔松呢 他也就丢了 也就丢了 因为你这个过这个河去补给干嘛 确实挺吃力的 你都丢了 所以说呢 俄罗斯的那些大V 自己的那些大V 都在那么网上都在骂 打了啥逼玩意儿 而俄罗斯军队呢 又比较复杂 我现在感觉啊 普京啊 他也在玩拳 他就玩拳的 他这个车臣武装是一股 俄罗斯国防部是一 就是俄军这边是一股 然后那个 瓦格纳又是一股 他就等于说是通过这种 让他们相互之间制衡 搞得给我感觉 他妈的 又来又来 有点像沙特 有点像南宋的 杯酒士兵拳 他妈的 就是这种感觉 有一点 有一点轻视这个军队 大家要知道 普京他在俄罗斯 他对的是特务系统 和警察系统 他是对他们挺好的 但是这个军队啊 确实不一样 不过 毛子呢 他是不会怎么样溃败 不会大溃逃 但是呢 也就是说 他就会这个死守在那地方 让他死心耗 所以那边呢 要耗个几年了 这一点可以 现在我就可以下这个断言 耗个几年 这账不会这么快结束 但是我说了 还是苦的那些乌克兰人啊 你说这些小乌克兰 跑到中国来的 还能胡个口 对吧 那你说在那些地方 当流浪汉的呢 对 是欧洲市给你发钱 现在还发钱吗 现在还给你落实吗 这么冷的天 没暖气 住他妈的帐篷 能被他妈的冻死 算了 没办法 都是命 感谢各位收视频 我是老编 今天进去 谢谢各位主持人 谢谢